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元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6月13号的股市万德福 今天指数又创立十星高了 你看连台积电 连发科都创立十星高了 所以重点来了很多人在这个位置 你如果找不到股票 那你只有两个选择嘛 要嘛你就听阿德的话 你就不要做了 你想想想看 如果你的绩效连台积电都没有 因为台积电创立十星高 今天秒天息 人家都发现金 一年发四次 都发现金 然后秒天息 然后他创立十星高 对吧 阿发也创立十星高 而且今天你看阿发 他像百亿的股本吗 他像千元的吗 不像 如果讲到阿发 千元以上的股票 你知道现在千元以上的股王叫谁 幸福啊 幸福啊这是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啊 涨幅前三名 上市涨幅前三名 就是以那个趴数 涨幅前三名 恐怖恐怖 恐怖嘛 阿德昨天讲的 在电视上 前天在电视上 礼拜二在电视上讲的 今天表现的比较弱一点 对不对 他创立十星高耶 他创立十星高耶 如果你是今天之前买的股票 通通赚钱耶 他创立十星高耶 所以说很多人都在问阿德说 现在买什么股票 我就问各位啦 如果你的股票有超过十档 而且这四档都 十档都没有让你赚到大钱 那你就放弃了 不要做了 真的不要做了 比如说 这档股票阿德没有 以前的老板我很熟 以前啊 没有改组之前 我很熟嘛 对吧 我那个泡咖啡的工具 还是他们的那个 协理送的 他们发言人送的 到现在 我还要用 你看多好用 但是他们不是在做那个咖啡服务 他们以前是在做监控的 以前早期喔 在阿德很年轻的时候 去他们公司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为什么不做那个汽车 倒车雷达的一块 因为未来汽车倒车雷达 会成为标配嘛 对吧 那你说监控的话 你是说 一般的那个都市啦 或是家庭的监控的话 全世界都在竞争嘛 那你如果遇到中国的话 那你怎么办 他们没有财纳嘛 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没有财纳啦 后来他们股价就跌得很惨嘛 我认识的时候 就跟他们建议 然后来他们跌很惨 跌到个位数嘛 3块多嘛 如果以上块多的话 你看看今天的涨055块 那涨几倍 涨十几倍 涨十几倍 我们不是要算减资的啦 有人说 老师阿没有啦 如果我有参加减资的话 我没有赚十几倍啦 对吧 可是重点在哪里 但是说你买对股票 我一直讲说你买对股票 买对股票这个行情你就可以赚 那你现在如果还没有选到股票 那你就不要玩了嘛 就不要玩了嘛 譬如说现在是盘总嘛 你的股票到现在都没有创历史新高的 你的股票都没有办法 你赚一倍两倍的 你就不要玩了 为什么 就代表说你在这个市场 股票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你有可能在股票市场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从有台股以来 你就在股票市场里面打混的人 到现在他看到的指数是历史新高 对吧 那你如果这一波你连这个历史新高 你都没有办法赚到钱 其实你真的不适合在股票市场里面玩 对吧 那很多人说 没有我阿德我找你啊 可是我常常在讲 你找我有用吗 找我有用吗 那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找我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那三天三支掌停板 应该是你的咯 对吧 对吧 这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嘛 三天三支掌停板嘛 没错吧 没错吧 掌停 就问老师啊 这种股票 我就不敢买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晓得我要怎么跟你讲这个行情 有很多人说 老师啊 我股本小的我不敢买 股本大的我又不喜欢买 买的会怕 对吧 那高股价的 我又买不起 你挑来挑去 挑到最后 你会剩什么 剩下最稳的嘛 剩下最稳的吧 什么叫最稳 就是都没有人要的嘛 没有人要的股票嘛 都没有人要的股票 请问一下会让你翻倍吗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嘛 都没有人要的 索隆门有没有人要 有啊 以前都说话 多飙了 超过三倍了 他创历史新高 那我给你三十几块 三十九块的索隆门 你为什么不要 然后现在你来操作索隆门 是不是困难度比较高一点 对吗 可是你如果看好他的未来 看好他的趋势 很多人讲的 不是阿德一个人讲的 有人说 AI是未来十年的大趋势 如果是未来十年的大趋势 有很多股票 只创历史新高 涨个一倍两倍三倍 其实不算什么呢 其实不算什么呢 比如有一档股票六四四二 你应该注意一下 这种股票为什么 他会一直涨 他涨了九倍了 他涨了九倍 没有啊 这个都是靠台积电的啊 这都靠台积电的 可以啦 你或许可以这样讲 那台积电创历史新高了 他呢 他也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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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分牌交易 对吧 那台积电也不要 这种股票你也不要 那你要选什么 你要选什么 更便宜的 对吧 更便宜的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如果没有 阿德给你一个选择 如果你今天真的真心想赚钱 如果你没有 台积电 900多块 你不想买 光盛200多块 你也不想买 那你会不会想买 100块以下的 你会不会想买100块以下的 很多人都会想这件事情嘛 对吧 那你有没有找到 100块以下 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没找到对不对 如果没找到的阿德帮你找到了 帮你找到了啊 你就看 你就盯着他看 他一直飙不停 你会相信不相信 那好可怜 那好可怜 你不信你就加 QR Code 今天要留888 因为我好久没忘记 我放电脑888 你放888 一路发好不好 你放888 今天是13号 你就直接加QR Code 然后留888 我就给你 因为我今天要狂喝了 那过去的我们就不讲了啦 如果我要再讲集成 就算打开你也不敢买啦 对不对 标三天了嘛 标三根掌停板了嘛 三天三支掌停板嘛 那今天要不要震荡 我真的认为他要震荡 而且大震荡就最好 为什么 因为你也不敢买啊 因为你不敢买 因为你都用 你都用自由思维啦 都用自由思维啦 可是阿德又跟你讲 如果我找到一支跟集成很像的 如果我找到 假设我找到嘛 你想不想转 如果找不到那就算了 你如果你加进来 然后留888看到四个 他妈觉得我不喜欢 好那就没关系 那你如果喜欢 你就跟集成一样 不要放弃 直接买 然后他联标三根掌停板 如果联标三根掌停板 你一百万赚三十万 你想干什么 买车买房 对吧 对吧 勇老师 哪有可能买得起 买车买房买不起啦 我又过敏了 对不起 因为我鼻子齁 你听阿德的声音就知道 阿德是很严重的 鼻子过敏 所以我的声音啊 有一个口音很重对不对 有一个口音很重对不对 我真的很想把它改掉 很多人说那你声音放小一点 比较有磁性 好吧 因为已经过敏了 没办法 只能放小一点 只要些轻松的嘛 反正今天 股票创历史新高 那 都有赚钱 那我也恭喜各位 那你如果没有的 来拿嘛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你对看看 我已经注意他2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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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今天如果跟你讲说昨天的股票涨停板 没有什么好 好说的啦 没有什么了不起啦 因为今天创历史新高很多股票都在涨 对吧 没有涨的 好像也很差劲嘛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好 这也没有什么好提的啦 我只要跟各位提一下啦 如果阿德给你的话 你就试看看 买看看也不错啊 买看看也不错啊 因为阿德讲的都其实 你都可以听进去嘛 为什么他会成为股王 信华为什么会成为股王 以前大家都在吹捧世心的时候 阿德跟你讲说 其实真正的股王就是信华 不是世心 真正的股王是信华 唯一有办法跟信华对抗的 只有一档股票而已 我说股价喔 不是世心 是利忘 你可能不知道齁 这两家我都很熟啦 现在不熟了啦 因为超过快要20年没有见面了 连董事长现在是谁 长什么样子我都忘记了 对啊 然后为什么说我会讲信华 我会讲利忘 因为早期阿德去公司拜托 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这公司很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选股票一样 你怎么去看待一档股票 他有未来 是有很多方式喔 很多方式喔 不是讲的很好听的喔 有些公司一进去互利堂皇 那个公司老板很会讲话 很会讲话 不是比很会讲话 不是比很会画梦的 不是很会画未来的 对吧 对啊很会画未来的老板 不一定那公司经营的很好喔 而是真的有办法做的 譬如说信华阿德讲的 已经讲的不止十次了吧 以前我跟我朋友讲说 我有一家公司真的不得了 他跟那个得宜比起来喔 可能他会比得宜更厲害 很多人说不相信喔 怎么可能信华这种小公司 那时候还没有挂牌喔 还没有挂牌喔 做这种怎么伺服器管理晶片的 怎么可能赢得宜 得宜 你像人家那个一个专案下去 就比你的信华十家公司的 一年的那个总和更大了 你做公司怎么变得了 我说你就不对了 因为你看看 他专注一项东西 比如说我在做伺服器管理 很多大公司认为它那个是小case嘛 对吧 那个是小专案而已嘛 可是他就专注在这里 那你去找得宜来设计 来设计你的伺服器的那个管理晶片的话 伺服器花了很多钱 伺服器都是要儲存公司的资料的耶 很重要的资料有的都放在那个云端 或是放在公司的伺服器里面 那个不能被盗不能被怎么样 不能当掉不能什么 一大堆的很多东西 那每一家公司对于伺服器的管理 又分很多很多不同的层次了 对吧 可是你找得以这种大公司的话 问就做啊那你要不要用 没效用 你们的伺服器要改 不是叫我改 不然你就叫你们的工程师改 我要改那个 改那个晶片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对吧 可是人家信华 的工程师不一样 老板的要求不一样 你到每一家公司去 你要去找他们的工程师 你们的server 要怎么样管理 你告诉我 我们信华的工程师来帮你写 帮你完成 帮你做 你说这样有没有竞争力 那现在的伺服器变成AI伺服器 全世界台湾还是信华最大 以前有一家新唐 要跟他拼 拼不起来 新唐自己本身也有一家小的那个 晶圆制造公司 像台积电那个像世界先进 比世界先进更小的那些啊 不知道几寸的八寸的 还有几寸的我忘记了 可是就拼不过他啊 新唐就拼不过他啊 为什么 因为人家的企业文化不一样 所以我常常讲说 选股票不是说 你看看他的EPS多少 EPS你看的是过期的 不是未来 我们看的都是未来嘛 那你如果看到这种公司 那时候他挂牌的时候 这件公司挂牌的时候 最低好像11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几十年了 30年以上了 这几十年了 那很多人都会 尤其阿德的好朋友都说 你只剩一只剩 你如果没买 我金钱没买呢 我金钱买很多呢 我那些股票如果没有卖的话 我现在还剩下几十亿呢 不要说几十亿啊 至少超过十亿啊 老师啊那你还在那个电视里 你在催什么 赶快回家 我说冷喔 譬如说以我啦 我只会讲股票 只会分析股票 只会看产业 只会分析产业 我就不会做生意啊 我就跑去做生意啊 有利望的股票卖利望 有信华的股票卖信华 有以前昆鼎还没挂牌的时候卖昆鼎 昆鼎有很多人不知道 昆鼎你说还没挂牌之前也剩下五六十块而已 而且是孤家的某个少主啊 现在是大老板 是亲自卖给我的 六十几块他算我好像五十六块 五十六块 所以说我常常讲说股票 我现在讲到这个 你有想到吗 阿德一开始跟你讲了 如果你在股票市场 现在创历史新高你都没有赚到钱 你真的要找人帮忙啊 你要找阿德帮忙啊 阿德会较的就是股票啊 阿德会较的就是股票啊 阿德不肖做生意啊 我如果会较做生意 我今天不用在这里 我以前买的信华才一百多块 我以前的利望 八十几块到一百多块都有啊 现在三千多啊 一百多块的信华啊 现在多少 四千多啊 对不对 以前六十几块还没挂牌的 坤顶现在多少 三百多啊 那干嘛去做生意 做生意做不行的话 就把股票卖掉 就发觉说阿德股票比较厉害 做生意不行 所以你要 你要买股票 其实很简单啊 你要找阿德嘛 阿德常讲啊 一支草一点路 要算钱一条路 能帮你的就一档嘛 比如说我刘姓华 我今天也是合给的人 是真真正的合给的人啊 不是那个嘴巴的讲的有钱人啊 对不对 我有力望 我留起来 我比我们现在老板更有钱啊 真的我比我们现在老板更有钱啊 对不对 我以前买五百万 现在有几十亿耶 所以说我 如果大盘指数 现在涨两百多点 他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你的股票还不会涨 那你来找阿德阿德告诉你 这支股票 所以说我再讲一次 你就加Q啊 就好 Q到你来加下去 麻烦你加下去 然后留八八八 我跟你说 一支草一点路 要赚钱一条路 就一档而已啊 一档就能帮你了 如果我以前一百多块的留起来就好了 我不用去做生意嘛 法庭啊 那他配股配息都配得很好啊 不要说多一倍啦 不要说多一倍啦 多15%就 多50%就好了啦 我现在有30张幸福啊 一张四百 你说我有多少钱 你说我有多少钱 如果再把它算进去 那配息配股 我有多少钱 是不是吓死人 好了不讲那个 我只讲一件事情 能帮你的 只有一档股票而已 只有一个人而已 你的贵人在这里啊 如果他适合你 你就把它买进来 如果他不适合你 你就参考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我要 讲一件事情 送 什么叫送 下一档更门的 我找到的 你要不要 如果你要 好 那你就加QRコ 记得留888 你不留888 你没办法 看到股票 你会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而已 对啊 你会听到声音而已 你不会听到股票的 四个号码 你只会听到声音一个人 跟你跟你一直啰嗦 一直啰嗦 一直啰嗦 你如果不喜欢别人跟你聊天的话 那你就加QRコ 然后留888 这样OK 没问题吧 进广告 好 两万点新世代888 惊喜下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大现场很多人在问 尤其在留言里面在问问题 可以可以留问题 可是我希望你先加阿德的QR Code 把股票先拿到 拿到才是你的 拿到是不是你的 会不会帮你赚钱 那就看你跟他有没有缘分 对不对 如果你跟这一档股票没有缘分 比如说你跟基层没有缘分 你就不会买 对吧 就算你拿到基层也不会买 三根掌定板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 就算你拿到所罗门39块多 你想了想 看了看 你也不会买 为什么你不会买 因为39块多的所罗门 你不觉得他能帮你 对吧 可是他涨到三百多块 三十几块涨到一百 我看一下 最高涨 今天创新高 看看今天多少钱 涨到今天最高一百八十四点五 今天创历史新高 39块多 就算四十块 如果你跟所罗门有缘的话 你可能在三十几块 四十块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了 对吧 你跟集成有缘的话 你就可以三根掌停板之前 你就可以买到 就像这一档股票 就像昨天我送给你的股票 这支股票 他要涨停的过程很慢 非常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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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很慢 但是他还是涨停 对吧 他还是涨停 我先不要讲这个什么涨停 对你怎么样 我只能说 如果你跟着阿德 不会吃亏啦 因为我已经锁定他二十一个月了 那筹码我就帮你查清楚了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 对吧 因为现在剩下三十秒钟 这三十秒钟 或许可以帮你赚到钱 或许不行 对吧 或许现在剩下不到二十秒 他或许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 或许不行 有人说 我要赚钱只是以恋之间 对 没错啦 以前我以恋之间 如果我不去做生意的话 我今天根本不需要来这里 帮你找股票 帮各位找股票 有没有老师啊 很无奈吗 也当然也是啦 对吧 我也想住豪车 对吧 住豪宅 那开豪车 我也想啊 那你想不想 你想啊 你也想啊 那你没有台积电创历史新高 你没有阿发创历史新高嘛 你没有信华 你没有信华一百多块的信华 现在四千多块一张嘛 你没有都没有没关系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档帮你嘛 一支槽一点路嘛 要赚钱只有一条路嘛 一个人帮你而已嘛 或许是阿德或许是别人 那你今天要不要看看这一档股票 要的话你再加多块 然后6888 直接拿四个号码 OK 没问题嘛 进广告 卖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 惊喜价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卖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 惊喜价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不看而且免费 改变收市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的功能一刻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六月十三号的股市 其实六月份到现阶段 很多人都开始有一点茫然的 为什么会茫然 因为指数一直创新高 一直创新高 很多股票都一直一直沉沉一直高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现阶段又有苹果又有AI 所以灰达跟什么 苹果大家都抢的要它的产能 那从两奈米三奈米 从三奈米未来的什么 1.8i的 通通在抢 对吧 通通在抢 所以它已经创历史新高 把台股已经带到一个 可能我们在股票市场 那么久的时间 都没有看到这种指数了 对吧 可是你如果看到这里 阿德给你几项报导 那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有没有道理 来 双A基金嘛 又有AI又有苹果嘛 对吧 所以台股它会 台积电会夹着AI跟Apple 然后怎样 占稳2万2 好 OK 2万2占稳了 然后台积电它创历史新高 那台积电要不要到1000 有老师啊 1000只有10%而已 那如果台积电会这样 那联发科呢 你再看一则消息 今天联发科好强好强喔 为什么联发科好强 很多人说不晓得这个讯息嘛 阿德跟你讲 那个什么 亚马逊 亚马逊说要砸数十亿美元 数十亿美元 对吧 数十亿就是几百亿台币嘛 几百亿台币 投资台湾嘛 对吧 那既Google 然后微软以后 亚马逊云端在台湾设立区 Google在哪里 Google在哪里 Google在我的老家啦 在我的老家那边啦 进去的话要用那个 那个通膨 就是你的 它要登记 然后要登 要你的那个通膨 然后 才可以进去 里面是做那个 类似高尔夫球的那个车子 才能进去里面逛 那里面的散热 那个散热好像在飞机的那个风扇一样大 吓死人了 而且它现在不止 以前我去的时候只有一期 一期二期还在做 现在听说三期 三期已经做好了 它那个很大 像厂房一样 里面都堆什么 都堆伺服器嘛 都堆伺服器嘛 所以代表未来的伺服器 好的不得了啦 为什么 原来亚马逊要进来 当然很多人就会说 欸你看 都进来了 所以那个重店会起来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重店一定会起来嘛 可是还是一个炒作 我不知道啦 很多人说 AI如果起来 台湾店一定不够啦 很多立法委员讲的嘛 很多立法委员讲的嘛 那我想说 啊我们在讲股票 我们不讲政治 如果你觉得店够 有人说够 有人说不够 大概一半一半嘛 对吧 那我倒是跟委员 你去台湾店看看 每天的用店量 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因为我们的店 不可能说一直放一直放 不像说啊 你比如说 你有东西啊 怎么看一看 比如手机看一看 然后放口袋 明天要看再拿起来 店不行啦 店就发完了 然后没有用完 就浪费掉了嘛 对吧 那你可以看看 店够不够嘛 有人说啊 那个核山厂 如果退役的话 怎么样 店会少10%嘛 所以很多人都说 未来AI都店不够嘛 啊你可以去台店看啦 你不要去 不要去听政治人物 人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 夏天的尖峰时间 每天大概83%的用店量嘛 83%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他发100度电的话 用83度电的意思嘛 每天大概都是这样 最尖峰大概80几 那代表台湾的电是不是 不够 不够要停电啊 你如果超过50岁60岁的人 尤其超过60岁的时候 你以前小时候的话 你在乡下或是在哪里 你会突然之间 诶 怎么通通都进的 整个乡村都是进的 为什么 停电 他固定的时间 停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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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现在有这样吗 没有啦 除非像什么松鼠老鼠那个啦 好啦我们不讲那个啦 我们在讲说 台积电联发科 为什么创历史新高 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嘛 联发科 他要为微软的AIPC 他用按摩的架口 所以按摩为什么会跟那个 跟那个 跟高通吧 还是 应该是高通嘛 不是 他跟高通昨天 阿德就讲了说 你不能用我的 他说我 我吃掉一家公司 他有拿你的 那个 权利啊 他有付你权利金 他说不行啊 你吃野你要重复啊 一个说可以 一个说不可以 一个说可以不可以 按摩就告他啦 对啊 为什么要告他 为了钱啊 因为 权利金很重要啊 IP公司权利金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联发科 他就是用按摩夹构 他要做AIPC 为AIPC要不要注意 要嘛 所以你看到两个 都是大利多嘛 所以你看看联发科 现在一千多块了 他还创历史新高 一千多块了 还创历史新高 如果刚才你看到那个消息 你认为信华还会不会涨 当然会啊 因为 信华的强项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伺服器的管理 他的伺服器管理晶片 他是No.1的嘛 好用又便宜 就这样 好用又便宜 市占率又高 解决能力又强 那就这样 所以他当国王啊 所以很多人以前在讲AI 说谁是AI 未来AI什么收费 什么广达苹果 什么广达啦 还有什么什么 什么技嘉啦 说一大堆 我说没啦 信华 信华才会成为AI的最大的受费者啦 你现在看到了嘛 你现在看到嘛 以前信华没人要嘛 至少阿德在讲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世心 都在讲创意嘛 都在讲资源嘛 我说信华才是啦 信华才是伺服器 在AI伺服器的时候的最大受费者啦 果不其然现在是古王嘛 所以说我常常讲说 如果你要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 我讲的那么多 今天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大盘 你看了你会高兴的人代表说 你其实不用看阿德的电视 如果你今天的股票都是涨停板 其实你不用看阿德的电视 那代表你就很厉害 因为股票市场是多头 没错吧 股票市场是多头 没错嘛 有人怀疑这个是不是多头嘛 他是多头嘛 对吧 他一天涨了200点300点 其实不算什么 因为现在是2万多点啦 2万多点你如果涨个400点 500点可能是算是什么 中长红嘛 中红啦 对吧 你如果涨个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 不算什么 其实不算什么 对吧 那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说很多人都认为 位置过高了 过高了 没错啦 位置很高啊 可是如果位置高的话 为什么这些股票 他还在持续的创历史新高 对吧 他还在持续的创历史新高 就代表说悬股很重要嘛 对吧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嘛 你把它记住 一支潮一点路啦 如果你是小潮的话 一滴路水就能帮助你存活了嘛 对吧 可以帮助你繁衍了嘛 如果我在股票市场 你如果遇到一个贵人 一支股票能帮你那就够了嘛 然后可能一百支股票 一千支股票 一万支股票都帮你 不可能嘛 所以说你股票不可能是百战百胜嘛 但是有一档股票能帮你就够了嘛 有些股票一上来 就十几倍 二十几倍 三十几倍 四十几倍嘛 你不要去缅怀以前的几倍又几倍嘛 你要想一想到没有人要的时候 你要敢要嘛 譬如说我今天讲这一档股票跌嘛 对吧 二三五九 索罗门他今天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他今天创历史新高 你要想一下三十几块 你有没有买 对吧 你如果三十几块他就是帮你 他就是你的贵人嘛 索罗门是你的贵人吗 三十几块决定嘛 你买到了你就可以至少赚三倍嘛 对吧 至少赚三倍嘛 没错吧 阿德讲的没错吧 那如果你追高的 那你现在只是在什么 在市场上游泳而已嘛 游来游去游过去游过来 游过去游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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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阿德一直跟你讲 你要忌妒了 一支潮一点路 要赚钱一条路 就一条路而已 就一档股票能帮你 索罗门能不能帮你 没有关系 他没有办法帮你 没关系 昨天阿德送你的这档股票 有没有帮到你 游老师他涨得好慢喔 有没有涨停 对嘛 游老师他涨得好慢喔 我说我敢在字卡上签字 我只有能代表一件事情 他涨得再慢都没关系 只要他能帮助你 那就对了 那你有没有拿 你有没有拿 还是要叫我跟你分析一下产业 半导体产业 AI产业 伺服器产业 散热产业 还是COAS产业 还是细光子产业 对吧 很多很多电视上 跟你讲细光子都是鬼扯啦 什么细光子概念股 来宾 都不是在做细光子的啦 细光子只有在晶片里面而已啦 晶片只有谁在做台积电 只有台积电有这个技术嘛 很多人就开始鬼扯了说 啊没有 我不是细光子 细光子概念股 所以要做COA 做那个COP喔 CPO 做封装 你的鬼 做封装叫做细盖子概念股 人家做封装的也是 做罗细的是吗 做罗细的可以叫做细光子概念股喔 那我老师 如果有道德也可以啊 是啊 对嘛 做电动车 我做罗细的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为什么可以 罗细也可以到的电动车 对喔 做玻璃的可以 或者做电动车 可以喔 为什么 我倒掉啊 然后电动车不用玻璃喔 对对对 鬼扯嘛 所以我现在直接指名 指名道姓也没关系啦 像现在什么 插帆 那个 每天来讲细光子概念股 他们都都不会问那个 那个分析师乱讲 他们都不会请那个专家来说 什么是细光子 细光子是做在哪 这晶片 那比如说你这个细晶原 就 把它弄薄以后 就在下面 再向三明治垫一块 里面做通道 通道用什么做 那个太专业了 我不告诉你 反正他就向三明治 上面做什么 就是在做晶片了 晶片里面的资料 是用那个什么光导去传输的 跟你光纤有个 有个头 我讲到这个就生气 因为电视上一些连线的老师 在鬼扯啊 你都信啦 很简单 其实 如果有人敢插 有人敢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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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说像阿德 像这个阻力 如果看到阿德 大家都很脱下 很脱下阿德 对 不拿钱没关系 你还跟我们赌槽 没有啦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不怕扰到阻力 那扰到阻力 搞不好要绑 你当我的财路 帮你绑起来 没有啦 没有那么夸张 现在已经 现在社会治安非常好 不像以前阿 以前阿 以前阿 以前那个阻力阿 兼金主阿 对 多 多 多 啊 真的是 说到那些 你真的会蜜蜜蜜蜜蜜蜜 以前的金主阿 看到你分析师阿 他是兄弟 他像兄弟一样在教训你 你不要 你就不要在这家公司做 你不要打公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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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这间做 你再来上班 你就有事 以前的 以前的 阻力阿 尤其那坏的阻力阿 把那个分析师当狗 你知道吗 如果他遇到金主的时候 他遇到你是流氓 如果他遇到流氓的时候 他是金主 以前的阻力都是这样阿 以前的阻力阿 现在都当立委了耶 现在都当立委了耶 真的耶 我讲话我负责 你不要看他 那个立委很大 以前在炒股票的时候 更凶悍阿 他把你分析师当狗阿 你不拿我的钱 我处理掉你 他敢这样讲耶 我来处理掉 我讲话我负责阿 你不要对号入座 立法委员那么多人 你不要对号入座 所以说我跟你讲 跟着阿德不会吃亏 你让阿德帮你找好的股票 我都帮你找好的 对不对 能不能帮你就看你自己的 指数做创历史新高的 你不拿我也没办法 参考也好 现在我也不 我也不会硬要你买嘛 对吧 因为时间很有限阿 一个节目大概二十几分钟 现在剩下八分钟阿 其他都在鬼扯阿 为什么在鬼扯 因为如果我念报纸 我会念得很漂亮 我可以普通这样念一遍 报纸都是记者专业训练过的 那写出来的 那我念一次在这个电视上 好唯美好漂亮 这个老师好会讲喔 这老师这个 很有合文阿 有可能用喔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反正 都没一套 你这几十年来 有变 主力也没变 这些老油条也没变 现在老油条跟主力都挂在一起 每天又跟人家电视台挂在一起 每天都在训练口才 口才说得很漂亮 这支骨骗 怎么穿啊 哈哈哈哈 本质 为什么 好合大 有些人好合大 这么大胆喔 老师是说真的 说假的 说天方夜谈还是说电影 不是 是那个上面的主管机关都不会查 都不会查 不相信你那个主管机关 你如果盯着那个 盯着那个 连线的节目 你再盯着看 你再盯一天 盯两天 盯三天 盯一个月看看 我就告诉你喔 我要先一支股票 那支股票 再低档弄到 哇亮好大 亮好大 就跳进去了 就跳进去了 你就跳进去 啊 四位有的人在旁边就说 啊那个都是 在家 说的股票 都会落到 说的 就是你跳进去的啊 是上面都不会 都不会查 上面都喜欢查 我们这一种的 所以我们就自己 花钱做节目的 我们要帮你的 我们去参加那个连线的 都查我们的好奇怪 那连线的都没关系喔 每一档股票都他讲的喔 只要会涨的股票 涨停板的 都是他的喔 好厉害喔 每天都会涨的股票 他们都有喔 很厉害喔 我真心帮你 你要不要 我就要送你啊 真的要送你啊 我平时过敏啊 所以我今天说 就讲的比较随意啦 随意一点 鼻子非常难过 我不晓得我现在讲 讲出去的话 你在电视上的话的声音 好不好 好不好听 如果好听的话 你多多按一点 那个QR Code 连续按 拜托加进来 如果真的很难听 那你就不要加进来 因为我会改 改变我的 说话的速度 如果说话的速度 你听起来 觉得没有那种 很不愉快的 那个声音的话 那你就加QR Code 我这四个号码 或许真的能帮你 为什么他能帮你 因为这档股票 我已经锁定他21个月 筹码在这21个月里面 我天天都帮你算 有哪一个老师像阿德那么认真 我不敢想他说 他一定可以标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可是你如果要讲AI 讲COAS 讲半导体 你真的要看一下这档股票 又便宜 又便宜 你不用去买这种股票 对吧 900多块 900多块 快要1000 那你如果觉得 你钱很多阿 反正你钱很多 不怕 钱再多 都可以买 股价再高 我都有钱买 那没有问题 我不是说不好 因为有人是看到900多块 就是有一点 那你为什么不买它 是分自己的 对吧 便宜的阿 100多块的很多阿 对吧很多嘛 他如果会涨 他存外之公司嘛 那也很多那个 一般的那个存股组 那个零股组 零股组 喜欢买 他真的是不错的公司 可是 对吧 联合科比他会飙阿 对不对 可是联合科 1000多块阿 一张100多万阿 一张100多万阿 其实一张100多万 那可能是大概 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吧 那时候什么山上寿啊 国泰人寿 现在国泰金嘛 以前也是1100嘛 对吧 1000多块阿 以前的1000多块的 一档股票可以买一套房 不是一栋一套 一套大概就是公寓那一种的嘛 都市嘛 大概公寓的 多恐怖阿 现在 现在没办法阿 现在你1000多万阿 台北要买公寓 有啦很小间的或许有啦 好啦 我们讲那个 我讲这个 这个比较重要 我在讲说 我今天彼此真的很不舒服 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然后一支槽一点路嘛 要赚钱只有一条路 一千多档能帮你的只有一档 那你看看这一档能不能帮你 你试看看能不能帮你 不能帮你的那你就不要买嘛 因为我已经帮你看了21个月了 那筹码的话 现在再算筹码比以前好嘛 现在譬如说有很多免费的软体 说你用e-sale 很多券商有很多的那个报价软体 是免费的嘛 然后你如果开户的话 你用e-sale 你就直接把他挂进来嘛 就把他挂进来 然后你就用那个小程式下去写嘛 然后你就算起来就比较容易 没有没有 没有那个你如果十档股票 你要每天就算十档的筹码 你怎么算 你只能算券商的买卖大概价格而已啦 没有像那个电视讲的那么厉害 然后我那个主力筹码 我会算 真小的 我没跟你说的 我只是说我锁定他21个月了 那如果他能帮你 那你今天也刚好看到这个节目 那你就加QR Code 好 进广告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888 惊喜价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不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普 欢迎回答现场 有人在网路上问阿德一个问题 说今天台湾的为什么会那么强 是只因为AI吗 其实时间不多了 剩下二十几秒钟 我只能跟各位讲 跟FED有关系啦 比如说你睡觉之前 降息五十几% 结果你一睡觉起来六十几% 就代表说 未来资金还不会那么的消退 所以你要赶快自己努力的赚钱 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加QR Code 是要努力的赚钱 如果他合理 有人问集成那也不用问了 你又买不到 对吧 祝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